今天Dreamhiker中国区域选赛的第一场比赛就是Time要对阵的是Sakia 这位两位选手都算是中国现在的小将吧 曾经也是在一个战队训练过的 但是现在Time已经是转回到X-Team了 而Sakia依旧还是留在入战队训练 好 那我们来到第一场比赛 这边红色的人组选手就是来自于X-Team的Sakia X-Team的Time是存在了左上角的 应该是右上角的这边的两点钟的位置 而下面蓝色的人组选手就是来自于入战队的Sakia 这个铝铁城选手是存在了左下角的这边的八点钟的位置 大家都叫他沙家 都叫他沙家 他是那个入战队的小民的徒弟 大家应该还是比较了解他 好 一上来我们看Time的开局 跳死神的开局 比较的秋吻 跳死神 而这个Sakia一上来房子 我们看飞的还是很职业的 因为他怕Time在这个位置放三个 这怎么还有这种赞助商 忘记取消了 但是没关系 就这样吧 放三个兵银然后Rush 一会儿等孙一锋被淘汰了 我们就可以让他来解说了 没想到他竟然悄悄的竟然牵得到 还准备要打这个比赛 我完全没有想到 游戏声音开大一点 我开大一点 开的够大了吧 OB见面到时候我也选一下 好 就这样吧 跳死神双开 而Sakia这边选择的是裸霜 运营 有观众问我预测谁赢啊 我觉得 从这个实力上来说的话 Time应该还是要比Sakia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的 所以我觉得Time应该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有那么一点点优势 Sakia的打法基本上跟小明是一样的 因为他是师臣小明 所以他的所有的战术都是小明教的 哦呦 Time这个死神也用的比较极限啊 用的比较极限 看得出来今天状态还是比较的 比较的顺的 整个死神的操作什么的都比较顺 家里面直接准备要跑火车了 跑火车出VS 尋诺三分三十秒左右 差不多要下去开矿了 六条狗过去 诶 漂亮这个围杀 漂亮啊 这围杀围得相当的帅 三基地也开起来三分三十秒 Time这边也是两个火车进行一个小的一个压制 家里面直接出地雷准备要空投 Sakia这边也是进来侦察一下 确认到了VS和VF的科技 送一个房子 再看三基地 Time现在在做表情 看这两颗雷会不会被看到 好 两颗雷没被看到 这样的话很难判断这个空投地雷 很难判断 而且正面的房子送了 你也看不到这个运输机出来 他们还是以骚扰为主 家里面直接起了一个解放者 哦 但是这个房子停的非常的好 看到一个运输机过来 看家里面的反应 呀 没反应啊 这什么情况 这没反应又是什么情况嘛 所有的注意力在这边的火车上面 两颗雷埋下 操作一下 哇 打死 这颗雷十个单位走了 这颗雷五个单位 好继续的解放者过来来架 我感觉这个雷好像要炸呀 还要炸一次啊 萨奇啊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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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再炸一次 咬赶紧咬 哎呦 还是炸了一次 有点伤我只能说 他们通过一次骚扰 通过一次骚扰还是占了不少的便宜 现在再用解放者过来清一下房子 自己再把三机力开起来 运营上来说的话 他们是占了很大的便宜的 而且我们看萨奇亚 一旦被骚扰 整个军坛已经是忘记铺了 那这样的话 他们在第一波进攻的时候 就第一波两船兵 或者三船兵出来的时候 这个萨奇亚的军坛是不够的 为什么萨奇亚还是学小民走龙狗独暴呢 龙狗独暴现在打起来 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有点打不动 正面马上三船兵要出门的 这三船兵的数量 是要比萨奇亚想的多得多 而且他们如果狠一点的话 是第一时间投到这个位置 三船兵投到这个位置 直接拆四季 好 调整一下 不让你房子看到 我们看他怎么投啊 狠一点就投四季 他要直接投主家呀 我靠小小年纪 就干这种事情 直接投别人主家 他把房子全部清了 这边 所有的房子清了 他就准备直接投主家了 两个加速直接进家 一个地毯式空投 萨奇亚这个 现在的回救兵有点少啊 就爆了呀这个 这样啊 好在是刚才操作出了一些失误 没有团成一团啊 被小狗搞了 但打掉了独暴虫巢 他们刚才打的有点随性的 如果他缩成一团 在这个位置 这些小狗是拿他的 拿他这个机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打的稍微有点随性 但还是个问题啊 我觉得萨奇亚 现在还是要被他们摁着打 他必须要把军坦赶紧 扑出去 再切一船兵 在这个位置应该切不到什么东西 两船兵得来个多些 没什么用 分狗分的不错哦 飞龙也在造了 只要飞龙出来 军坦扑起来 这场比赛还有得打 但这一次进攻 就掐了一个飞龙出来之前的一个timing 背后挂了一船兵 飞龙要先解决这船兵 这场兵一看到飞龙 他直接要投这个位置 好再把自己的部队投出来 好给一些压力 装了走 他们有点乱来了 这个空头 坦克站好 抢一下节奏 一把雷达 一针扎过 我们来看他怎么打 由于毒爆速度没有好 但是跪在兵多 没关系 跪在兵多 这船兵还没有动 其实如果来个多线的话 Sakia说不定就崩了 好终于开始动了 这飞龙解决不了啊 飞龙解决不了这些部队 家里面被空头 赶紧回救 装了走 他们现在正面开始接兵 正面好像接兵有些问题啊 接兵稍微有些问题 正面再次推进 泰姆现在就想压着Sakia打 不过飞龙是解决掉了这些机箱 正面这一船兵的操作 我不觉得泰姆这船兵的操作 能够把Sakia就一击致命 要看他怎么去卡这个位置 兵的数量上来说的话 现在双方是有差距的 他们的暴兵没有停 而Sakia这边由于是 刚才压力很大啊 所以他的运营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他运营如果一旦出很大的问题的话 他的 这个 包夹可能就做不到位 被卡住位置了 看他怎么包这一波了 这波如果包不好的话 可能就直接要 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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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泰姆的操作 坦克没有低线下来 那这样的话有机会包死 泰姆没有操作 这什么鬼这操作的 要不要不搞平了 他们的这波操作一塌糊涂啊 一塌糊涂 人口领先30的进攻下 竟然没有打过 他这样形式完全逆转了 完全逆转啊 打个下想一击之命的 但飞龙这个时候不能送 飞龙千万不能送 有点脱节 稍微有点太 打得太狠了 稍微有点打得太狠了 坦克 哎哟 飞龙送掉了吗刚才 哎呀飞龙送掉的话 其实刚才这波换 换下来的话 萨克亚也没赚到太多东西啊 如果他刚才飞龙不送 这样比赛他就是绝对的一个优势了 现在他们是把自己的四G力开起来了 由于你飞龙送了 所以你现在很难去阻止对方的一个 多线的空头 一旦人族的四G力开起来 虫族就不好打了 再来一个多线 飞龙被截了一下 家里面又被空头 主要是飞龙现在数量不足 有点解决不了这些机枪 到现在为止萨克亚主要还是军弹还可以啊 军弹还可以 其他由于是对方四G力开起来的 所以现在萨克亚即便憋出牛也不好打 但他现在要强行的龙狗独爆 我们看攻防上来说的话 两攻两防打两攻两防 但是他们的三攻三防已经提了一半了 还是这个问题 你最后正面这一拳 你让人族成功的过渡出四G力之后 你正面这拳怎么打 一个大好的形式 竟然打成这样也的确是经验上的问题了 好我们就看正面最后推的这一拳怎么样啊 人口185打164 他们应该马上要200人口了 这一拳主要还是军弹的问题 军弹铺的很好的情况下 还是有机会包掉这波主力部队的 萨克亚绕狗 狗绕的不错 先咬基地 这边什么都不要管 先把基地咬了 基地有机会咬掉 因为有狂狗 漂亮 正面其实萨克亚军弹这么好的情况下 他的包夹位啊 你如果在这个位置包夹 其实所有人族都想得到的 你要么把所有的部队分成这两块 对吧这样包 要么你把部队分到这里 这样包 你现在让他们卡住位置之后 你再包的话 其实就没那么好包了 把这种从正面滚是什么鬼吗 他为什么要从正面滚吗 他们也没亲军弹啊 有点狠啊 这个军弹都不亲了 冲了 萨克亚冲了 正面怼过去怼不过人猪吧 这波 他这样打的话是怼不过人猪的 被人猪展开了一个那么大的一个阵型 你去冲 还是我觉得经验问题 机器 一个大好的形式最后输了啊 经验问题 这个完全是经验问题了 萨克亚的 萨克亚的这个最后处理这个包夹的这个经验太弱了 还是自己的问题啊 我觉得刚才其实 那么有优势的情况下 虽然选择了一个 哎我都看不懂的这种打法 为什么要去滚正面吗 现在的人族 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自由之一或者重群之心的人族了 你这个正面没那么好滚的 你一定要做包夹 打龙狗独豹不做包夹 你这个正面是滚不动的对手的 ый怒 尤其太下 这边 稍微等一下他们 还有他自己的问题 没报价 不是奶不奶的问题 我觉得小明应该去教一下Sakia 这个报价的这个东西 如果在这张地图上学会报价的话 泰姆出来都要死多少 出来一次死一次 这种上军坦 裸上军坦的人族 一拨就包死了 今天没有功夫呗 今天没有功夫呗 全面入侵 我知道了 全面入侵 诶 好 来 第二场了啊 第二场 看看第二场他们怎么打了 其实Sakia在中期Time打得挺毛躁的 并不稳健 打得节奏挺快 但是操作细节上有些问题 这个是需要好好去调教一下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二场吧 这边紫色的人族员手就是来自于Extreme Time 出生在了右边的两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红色的重族员手就是来自于入战队的Sakia 哎呀 是需要调教一下他的呀 像我们这种老B 随便教他几手他就会变得更强 对吧 他的基本功 爆冰 节奏感都还不错 操作这个东西教不了他 但是比赛经验方面 特别打比赛这种包夹的经验方面 可以好好地提醒一下Time 他这样打的话其实是打不好 打这种高手他是文斯般的 就他刚才表现出来这个TVZ的实力啊 我都不要说出去打了 他就面对虚虚王 他都一点机会都没有 虚虚王这种包他的话 他直接就包死 或者他打小明 小明包他也是一包一个准 来到全面入侵这张地图 是一个空中禁典的地图 我们看看这张地图双方会 用什么样的一个战术吧 有观众问我们的X-Team的 线下基地什么时候搞 我上次跟大家说过 这个线下基地 线下基地要等那个风暴的比赛打出来 风暴的一些选手 他们能不能出现 这个很关键的 呀9-1已经0-2了嘛 他妈的他已经0-2了 9-1已经0-2了 这种怎么去搞嘛 9-1已经0-2了 我跟大家说啊 就是风暴的一个选手 他们必须要这次打进黄金联赛 打进去了之后 这个线下基地才好搞 才有脸搞你知道吗 才有脸搞 要不然的话这个 把风暴打那么菜 你搞个线下基地 这他们都没比赛打 这搞毛啊 9-1雪崩了 我有点叫他 我叫他 我问一下他 我问他是不是雪崩了 你是不是雪崩了 赶紧来解说 哈哈哈哈 好来看 探姆的开局 刚才我跟你们吹牛逼去了 都没看到他开局 他应该是一个单兵营 挂双倍 然后不停地出机箱的开局 而萨克亚在这张地图上 发现对方是一个禁点啊 所以直接选择了跳飞龙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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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回我 难道孙一风就装死了 萨克亚爆了一波狗 呀这波狗爆的 难道他先穿一波狗 然后再 转飞龙 这个不是大客的打法吗 先爆一波狗 什么都不管 这波狗有点狠啊 这波狗的数量 真的有点狠 这个是韩国的选手 比较喜欢这样打 就先爆一波狗 穿你一波 然后再 再来 小狗这边会不会被看到呢 分一条狗过来看一眼 看到一个地板 好了 这个时候可以穿了 但是有坦克 找坦克如果架好 还不一定穿得进去 但是 是泰姆 能不能堵起来 母要堵 泰姆急了 这个时候被缩一下 看看甩甩 哎呀 晕出击出来 把坦克救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要是 要是把这个猴堵了 萨克亚就打不进去了 损失了九个农民一波机枪 其实损失还挺大的 还在死农民 他们因为出兵点也不够啊 所以现在损失还是挺大的 打完之后 我们看萨克亚这边 飞龙塔也快好了 整个经济也是满彩 有点堵我觉得这一波 有点堵啊 他是堵了一个探姆 堵探姆不堵口 也堵到了 他这样就很好打了 先一波狗搞到了 之后就非常好打 探姆现在在慢慢的开三级地 一个 解放者过去 但是过去对方的飞龙 已经出来了 家里面还防了一手解放者 你看 飞龙一出来 这波就死了 这个解放者就死了 打个女皇 两个农民 飞龙来了 这解放者看到飞龙了 至少是看到飞龙了 我们看他家里面怎么防 地雷先埋 赶紧出BE啊 他不出防空的话 这个不一定防得住 飞龙已经到家了 地雷埋 埋好 萨克亚已经看到地雷了 再来两颗雷 继续埋 这坦克架这个位置有些危险 赶紧到地宝的防御下面去 由于是没有BE 所以说 没有办法阻止这波飞龙 对空太少了 就一两个机枪 对手可以无视 无视 地雷炸了一炮 但是没有用 看这两颗 这颗雷能不能炸到 就看这颗雷了 机枪炸一针出来 赶紧点掉 我觉得应该点这个眼虫的 好在二级地还是踩着起来 但萨克亚这个时候 转蟑螂一波啦 我擦一个农民都不波 直接转蟑螂一波 运输机要赶紧就坦克 这个蟑螂一波 转的大家都没有想到啊 农民都不怎么补 直接先转了一波蟑螂 然后再补农民 原来这个农民 现在就补的有点 让我没看懂了 既然你要打蟑螂一波 就没必要再补农民了 他们这个时候开始空投了 对吧 你这个时候补农民就是不对的 你这个时候 其实早就应该农民饱和了 四颗雷 哎哟 再来一颗风二矿 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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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并没有操作 并没有操作 撒开不管了 直接盲脸了 直接盲脸 还是有机会 但是哦 他们也没看到 那还是有机会啊 还是有机会 这波盲脸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不会有小民的徒弟啊 没事就往死里盲了 好 一把雷达确认一下 看到部队过来 看到蟑螂来了 看到蟑螂来了 他们这个时候赶紧跑 三级不要了 三级不要了 对上要盲脸了 坦克还没架吗 坦克架好 先砸掉地雷 很漂亮 因为这个 这个是看在眼里的 直接盲脸了 他们死了 他们死了 这个盲脸是挡不住的 托农民也挡不住的 太多了 火炸蓝只要砸到了就行了 进入 鼻子冲 打 la 不停的A啊 不停的1比1了 GG 还是前期这波狗穿的非常的好 看第三张图什么图了 前期这波狗打伤了 根本就搬不回来 孙一峰说他要打败者组 哦还有败者组 孙一峰败者组打brinking机器 他说老子还有败者组 你等我 他为什么还有败者组 冰封神殿啊 第三张图是 我觉得第三张图对这两个选手来说就比较关键 谁说谁要去败这组了 Sakia 好第三张图来了啊 走 Sakia 让我们看9-1 比赛没开始怎么看9-1 9-1不会让你转播的呀 你们想多了 9-1绝对不会让我们转播的 你又不是不懂 9-1悄悄地把比赛打了 他怎么可能让我们转播嘛 我也想去看他呀 他不给我们看怎么办嘛 不是我不想你知道吗 是9-1不会给我们看 第三场啊 我们来看这边 开局 Sakia选择了一个提速狗 开 农民探路提速狗 探幕依旧是跳死神 这个开局 说实话 看他们反应呢 其实是没什么太多问题的 主要看反应 就是你第一个死神过来 一看这个 这个的进度就知道 对方是不是绕狗 只要知道对方绕狗 你就马上就 死神回救 就没事 死神双开 死神双开的开局 带一个农民过来了 这个农民太重要了 他等于Sakia的战术 全部被看光了 过来一看不对呀 这个小狗都出来了 好可以走了 死神就在家里面不动了 死神还要出门呢 哦他看到对方小狗了 还是要坚持出门吗 直接可以回家了 回家挂双倍出火车 家里面下二起 还是希望把这个比赛 打得更凶一点 没什么用 这两条狗 根本绕不到东西 从开局上来说的话 Time是小转的 因为他第一时间发现 对方绕狗 我们看后续 双方怎么样去运营 这个节奏吧 Sakia到底怎么样 去转战术 前期的放的战术 没成功 好三开 依旧是一个女皇 三开不农民的开局 Time这边 也就是火车 女妖 但是被看到了 Sakia的这个房子 侦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 好 出个解放者 也变招了 女妖也不出了 看起来像出女妖 两个火车 去看一看 但是没什么太多骚扰的空间 看一下三级地就好了 火车再晃一晃 火车再晃一晃 自己三开 解放者往外飞 家里面依旧还是 提这个射程出解放者 我靠烧卵 小小年纪 就干这种事情 烧别人的卵 但他可能想不到 一个解放者 这样切 他想到的是女妖 你知道吗 反应还可以 还可以反应 他们也没操作了 这边 损失一个解放者 大家看火车 火车其实也没 烧到太多农民 四个农民 打了半天才杀 死了 哎呦 重动一波了 直接 他们走了 就这个位置 那天 IA把这个 放到这个位置 被看到了 他如果放到这里 就赢了 他们走了 这个局面 基本上就是个绝杀 他们根本就想不到 对方会重动一波 就是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 他们的视野 根本看不到 根本看不到 就这里 虽然这边 还在不停地骚扰 但是也没骚到什么东西 就这里 呀 呀 怎么跟 IA一样的呀 一点这里呀 大哥 但是我觉得还是走了 他们还没有注意 GG了 妈 你就这样就挡得住 你当萨奇亚是吃屎的吗 换不死你农民 你不要怂呀 哎呀萨奇亚 把他农民打完 你就赢了 好继续A 继续A 继续A 19个农民 呀 这就没冰 你出来两个 你出个冲动 怎么没冰呢 这个 你的冰呢 这都没打死 你在搞毛啊 这都没打死 这都没死 这搞毛啊 这个在 这怎么解说嘛 都冲动 你妈的别人都没防 都让他守住了 我这都没关系 我今天 我看着我 我这都没有